就会很困难 因此要以正念正知的宝剑来对峙它 比如说当有人来伤害自己的时候 自己的心里立刻就会愤怒生气 可是当生气一出现 就要以正念正知察觉到自己已经生气了 并了知生气是最糟糕的 必须在这种正念正知之下 立刻把生气消除掉 因此正念正知就如同宝剑一样 而愤怒生气则如同仇敌 当仇敌一出现 就要以宝剑立刻斩除 如果没有立刻将仇敌消灭的话 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同理 当愤怒一次两次地在心中生气 如果没有以正念去对峙它 愤怒就会在心中不断地累积 最终将和对方发生严重的冲突 因此当烦恼一出现 我们就应该立刻将它除灭 第三十六段诵文 总之何处行何事 应观自心何相状 横距正念与正知 承办利他佛子行 总而言之 无论任何时候 在我们的行住坐卧当中 一定要经常看着自己的心 要清楚地知道 现在我在做什么 现在自己的心里在想些什么 当烦恼生起时 就要立刻将它去除去 要以正念正知 将烦恼清除干净 对三宝要有信心 对众生要有慈悲心 对于极度愤怒等等 不善的意念 每天都要将它们清除干净 每天都要以正念正知 来清除不善 让自己纯粹行于善业之道 并且要将善根广大的做回向 来利益一切的众生 当自己走在路上 对于路上往来的行人 要将他们视为自己的父亲母亲 要好好的去帮助众生 要想到每个人都是好人 要经常对别人讲好听的话语 以这样的方法不断地利益 一切的众生 第三十七段颂文 如是勤修所生善 为除无边众生苦 悉以三轮清净慧 回向菩提 佛自行 我们以身与意不断地造作 无量的善行 这一切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希望所有的众生 能够远离痛苦 到达究竟的佛陀果位 特别应当 以三轮清净的智慧 在了知一切众生 都是佛的情况之下 将善根回向给众生 让众生皆能证得 菩提的果位 无处贤菩萨在最后的 《结形》颂文中提到 以上所讲述的内容 与佛陀所开示的教言 和论点的意义 都是相同的 但是我将他们开示的精华 涉及在一起 归纳成这三十七段颂文 颂文中又提到 自己是没有什么功德能力的 但是由于心中 想要利益一切众生 所以才做了这个归纳涉及 如果做得不好的话 要向诸佛菩萨 请求宽恕 就无助嫌菩萨而言 其实他真真实实就是佛 因此 如果我们能够 依此教言来实修的话 将会产生广大的利益 这当中的内容 我们即使花上一年的时间来学习 也无法学习穷尽 有关于他的解释 现在也已经出版了 所以大家应当要经常 来读诵学习 这样做 必定能产生功德利益 因为佛陀所说的教言 全部都包含在这些内容当中 未来 大家也可以在其他的上师面前 再次领受这个教法 广泛地来做学习 如此一来 就会越来越进步 我个人期望 大家能够在这个教法上 多做努力 未来 我们也许还有机会 能在这个中心 再次地来学习 我也祈愿 未来能够与大家一起 迅速地成就佛果 最后祝福大家 吉祥如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不停不歇 念念众生 1997年 离开青海到世界各地鸿发 弟子便及欧亚 美加 南美 纽澳 及俄国 七十高龄的他 依然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 毫无歇息地 往来于世界五大洲 包括美国 德国 丹麦 西班牙 乌克兰 以色列 台湾 日本 新加坡 纽西兰等各佛法中心 传授教法 主持闭关 并推动各项慈善计划 2004年7月 在全国弟子央求随行之下 返回青海 在消息没有公开 当地严格法令不能集会的状况下 青海西宁 竟自动聚集了当地前所未见 无数相迎的车队 及上万的信众 机场迎接人潮 秘如沙丁 人人手挥哈达 整座机场 犹如白云密布 不论是下榻旅馆 路径之处 都被深爱人波切的人们所围绕 返回青海 朗千嘎尔寺的沿途三千公里 信众自各处不远千里 不约儿童前来 马队 摩托车队 及大卡车上满座的信众们 前后随行 沿途亦不满迎接之信众 许多人扎迎多日 口诵莲花生大事心咒 等待着他们日日翘首盼望的 观音菩萨 嘎千人波切回乡 等待着献上对他的信心 崇敬与爱戴 并期待能再次得到 这位活菩萨的大悲加持 大成就者 逐望人波切 赞叹嘎千人波切 对五等众生 不可思议之大慈悲 并执赞叹千人波切 就是佛 然人波切总言道 我所解行的一切 皆依据佛子三十七诵 从十三岁第一次研读迄今 此典节 给予我何以快乐 何以痛苦 如何解脱轮回等的一切解答 因此 我鼓励并恳请大家 每天至少拜读一次 他告诉弟子 将来我舍报后 弟子勿伤悲 佛子行三十七诵 就是我 代表我之身与意 这中间 没有任何差别 若你行此 即知 我与你长相左右 不曾远离 尽其一生 噶千人波切 以金刚般的毅力 于身口一三门 彻底实践佛陀之菩提心法 在此道德混乱的世代 他让我们相信 圣人不只是书中传奇 佛教之慈悲 完全可以付诸实行 他鼓起我们对生命的勇气 并生起对平等大悲的信心 他对世人展现了 佛菩萨真实圣者的自在风采 原来是单纯的平实 亲和与慈爱 一件短衫 一条布包 近年来多了一根拐杖 噶千人波切抱着年轻时 于牢狱中所留下的沉伤 依然不停不歇地 转着手上的金轮 刺腾的双眼和双腿 完全不能阻碍他 不停歇的飞旅世界 以满足各地不断的传法请求 当一天紧凑的传法 灌顶会晤结束后 天尚未亮起 数十年如一日的 任波切 一如白莲绽放般做起 一如黑夜明月 对一切众生 散发出温暖的慈悲 和无可言喻的感动 悲至星光 朗朗清澈 照亮无明之暗 度脱着世之苦 它是无尽轮回的真实医护 日日夜夜 永不疲惫地 守护众生 走向究竟之安乐 聚得嘎千人波切 长寿其请 无死甘露善流 奥索地 无有便意 大乐之法身 无遮种种自立 受用缘 无缘大悲 细舞幻化身 无分三身旧者 护我等 白莲中央 圆满十六支 脚白秋月 手持乌巴拉 九度八难三十 圣哲母 如意转伦 其次无死寿 圣境之处 阿雅提婆明 多康地区 硬化嘎种姓 世间护主心子 确丁巴 聚得嘎千 长寿筑百节 三宝法教 严世圆满月 虽然神圣 高挂东山间 梁光流注 滴滴护白莲 立他明月 嘎千寿永固 一十名 三托父 丰大种 身着 智德善 三十修楷 三种等池 千固如深海 了一鸣灯 嘎千寿永固 于此着势 圣教衰微计 已如威力金刚 进戒行 无偏法教 重担 我责任 教法续日 嘎千寿永固 具足加持 上师之三密 磨碎断杖 虽无入侵时 然以随顺缘起之道理 如意宝珠 其情赐稀有 三宝三本 大悲地实力 马哈嘎拉法 度母威力 我此静心愿望 真实语 其情 如与无碍 自然城 自然城 未经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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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